之前有很多姐妹问我就是评价的哑光唇釉的推荐 然后今天就来了 像我平时就很喜欢一种哑光的唇釉 来突出妆容那种质感 像它这款质地就是那种很细腻服贴的质地 这样子上嘴它可以很好地掩盖我们的唇纹 因为显得你唇部的状态非常饱满 整个妆容的质感更加地突出 我手里拿的是它们新出的一个系列 一共9个色系 每个色系一支 我挑了4支我自己很喜欢的颜色 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一下 第一支红细银衣 这一支呢就是那种很明艳的蓝调正红色 超级显白 这支的颜色就不是那种显老气的那种正红色 就是那种人群当中第一眼就能看到你 就很抓眼球 我觉得很适合最近很流行的无眼影红唇妆 这款唇釉它沉膜了以后 是实色而且不易沾杯的 我现在真的很讨厌用那种后续倒拔干的哑光唇釉 后续会越来越干 所以它这次新出的唇釉 我觉得质地还是蛮戳我的 就是它现在已经沉膜了嘛 你看 基本上不怎么带掉的对不对 完全没有那种紧绷拔干的感觉 就在嘴巴上很舒服 没有什么存在感 就好像把这个颜色就印在你的嘴唇上一样 这个质地真的很神奇 然后也很好泻 接下来是这支贺系零衣 一支很冷静的灰鹤玫瑰色 这一支就是姐姐色 就是那种很成熟独立的感觉 就又显气质 然后又显气色 接下来是这支坨系零衣 一个很慵懒的罗奶肉桂色 而这支颜色它当腮红也很好看 就给人一种很干净很温暖的感觉 最后呢是这支桃系零衣 这支还蛮特别的 是一个很活力的桃粉色 我觉得这支颜色真的很适合甜美 就很春天 而且意外的很显白 这支颜色是我之前不敢尝试的颜色 但因为它这个质地 我觉得意外上嘴很好看 是很温暖的 这支颜色 它这个阶线 是很温暖的 是很温暖的